总部位于纽约的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介绍 近日来通过电话或到退党网站 和清零办理退党证书的人络绎不绝 人数激增了数十倍 移民局它正式公布以后 那就更多的人来去办理这个证书了 我们碰到有一位先生 他首先就是他也比较谨慎 就是说他先了解说 这个是怎么办理退党法 那我们跟他讲了以后呢 他就先说我先做退党声明 就把自己先办完了 办完了又回去了 那过了几天他又来了 他就说我要帮我另外两个朋友 也要办退党证书 移民局将从严执行 移民与国际法第212条 关于共产党员不予以受力身份的规定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易容提醒 多年没交党费的被动退党 并不属于移民局接受的退党形式 这是所谓的被动退出 这个是不算的 那么现在美国政府要求什么呢 是你主动退出的证明 那主动退出的证明 这个才能说明你的心意 你是你主动的愿意 与共产党切割 那么这个东西是退党 退党东西是可以提供的 你只要登记 你要求这个拿证书 这些是因为给你的真实姓名 和出了两个月的江湖的 这个才能证明你确实是主动的退出了 美国政府认可的退党声明 包括在退党中心网站 大纪元退党网站 以及在大纪元时报上登报声明 新唐人记者柯丁廷罕瑞 纽约报道